哈囉哈囉我是Seliver 魯洛洛 大家是不是我好久都沒有好好看看自己的愛馬了呢? 看到洛洛後面的動畫 相信大家都知道今天要介紹什麼了吧 沒錯!賽馬娘 Pretty Derby 台版在27號就正式滿一週年囉! 這次的一週年紀念 可不只是區區一個新活動這麼簡單 不只是將為遊戲帶來超大幅度的改版 也將會支持了馬娘一整年的訓練師們 帶來眾多的週年福利 而大家期待已久的那兩隻馬娘 在這次也將以全新姿態與大家見面 雖然洛洛想說還在玩的應該多少都有在關注 但由於這次官方他給的實在是太多了 怕大家只顧著關注新杯賽而忘了領自己的福利 所以這次就讓洛洛為各位訓練師們 做個簡單的一週年活動整理 來看看這次活動到底有哪些福利會送給大家吧! 雖然一開始就知道一週年肯定送很多 但如果要洛洛用兩個字來形容 這次週年活動的核心那就是抽爆! 沒錯!這次的週年福利就是要讓大家抽到爽! 第一個活動就直接送實連 還一次送你整整12天! 從627日維護結束後的12天內 每天登入就直接送一次轉蛋實連抽 讓你直接開閘門開到爽! 之前沒能看到的彩色光芒 這次可以好好把握喔! 每天只有實連還不夠你爽 或是存實很久 怕沒有辦法一口氣塗滿很浪費嗎? 沒關係,為了讓訓練師們能夠確實地把想要的馬娘或支援卡帶回家 這次石頭當然也會送好送滿 124日627日改版結束後 只要玩家上線就能直接爽領3千石入袋為安啦! 嘿嘿嘿!石頭的回合沒有結束 除了直接爽領的3千石外 在627日更新後 你每上線一天官方還會再多發310 上線滿10天最多會發好發滿整整3千石 加前面的一共就是6千 簡直就是拿了國民馬娘消費去了有沒有 所以屯實已久的無課訓練師們 這段時間可要好好的上線領補助喔! 而一週年送的當然不只是只有寶石啦! 本次一週年活動還特別贈送 最新的SSR智力卡《零件光鑽》 還是一張團體卡呢?之前沒有喔! 而且光是登入就直接送兩張! 雖然金技能、潛伏態勢的取得和發動條件都有點嚴苛 但算是一個還不賴的長距離回體技 單純拿來當智卡也是不錯的選擇 而且是免費的卡欸!還那麼好拿! 哪有不拿的理由呢? 接下來你可能會問了 《零件光鑽》怎麼才兩張啊? 難道不能突滿嗎? 別急!這不就來了嗎? 這次的週年紀念任務 就是要讓你把《零件光鑽》拿滿的關鍵 在這總共有3彈的週年紀念任務 主要都是和玉成與新的杯賽有關 而第二彈的任務獎勵中 更是直接藏著3張新的《零件光鑽》 只要你有好好的上線解任務 就直接讓你突好、突滿 其他金幣、寶石、輔助PT、紅節晶片 當然也會送到爽 賺錢、賺素材的機會就在這裡 訓練師可要好好努力 才能養了起你家的小馬喔! 而第六個週年福利 雖然要花點小錢 但絕對會讓你物超所值 那就是一週年的超等禮包 這個限購的禮包一共有兩款 售價都是830元 分別是支援卡的SSR交換券 和角色的三星交換券兩種 兩種都附贈1510 這兩張券可以拿到包含 新年活動前的所有的馬娘和支援卡喔 你懂這個含金量嗎? 這表示合補版、代籤、福來之類的強卡 都在這兩張券的範圍內喔 還在等復刻實在太慢了 用這兩張券搞定之前漏掉的支援卡和馬娘吧 當然如果目標是新卡 那還是先把石頭抽完再用比較划算啦 因為券是沒有使用日期限制的 而最後一項福利一樣是折扣優惠 那就是大科長們最喜歡的7510禮包回歸啦 這次一週年將開啟限購三次的7510禮包 售價是2690元 一般這個價只能買510 這份週年禮包直接給它中杯升大杯 每買一次就是一大票的石頭入袋 三包全買加上這次任務和活動送的石頭 直接把一個池抽到保底都沒有問題喔 而且遠比直接儲值還要更加划算 就算這次沒有你要抽的卡 有閒錢的話也務必買下囤積 為以後的新卡池做準備喔 另外跟大家說個小秘密 那就是其實送石頭也不只是以上這些啦 在7月8號之後還有每天150時共計2250時的紀念登入活動 同時也會啟動每日一抽 所以可別只在週年期間上線 8號後還是要繼續上線領食練馬喔 而除了上面的福利活動之外 這次一週年的主角當然還是我們的新馬娘和紀元卡啦 這次登場的兩個角色都大有來頭 紀元卡是馬娘新動畫版的主角成田路 培育馬娘則是大家最喜歡的小北北部玄居 我們先來談談成田路吧 作為一週年的速卡 成田路本身就有相當強 而且與眾不同的固有效果 那就是每提升1萬名粉絲 她的訓練效果就會加1 最多可以增加到20 這個條件可是前所未有的喔 動畫版主角的面子給的夠足吧 而且新的巔峰杯 玩家會更加積極的參與比賽獲得粉絲 所以這個能力與巔峰杯賽超級搭 訓練表現也是真的猛 非常適合這次的新版本 而她的支援卡事件也很不簡單喔 除了回體和提升屬性外 她的特色是大部分的關鍵事件技能 都不需要選項就能獲取 第一個連續事件 就能夠獲得技能前列的訣竅 而如果能到第三個連續事件 就必定能獲得強力禁忌 良好場地之鬼 是良好場地的上位技能 加力也加速 丟一個小蜻蜻娃娃道具 就能夠輕鬆觸發 使用性非常高 即便是在後來的日版環境 依然有一席之地 如果你的速卡陣容還不夠完美 那成田路絕對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項 另外支援卡池內還會新增 木白雷恩、艾木之姬、櫻花千禁王者三招SR 有需要電檔卡片的話也能夠留意一下喔 而接下來就是眾所期待的小北啦 小北在支援卡時代就強到不行 這大家肯定都知道 全宇宙沒有哪個馬娘一定會跟你說小北的不是 如果小北有錯 錯的肯定是宇宙不是小北 這點就算她變成了培育馬娘也沒有改變 小北在未來杯賽都很好用 就算不用本馬 拿來配也是超棒的選擇 她的草地、中距離、長距離資質都是A 20%的速度成長率與10%的持久力成長率 讓她成為了一隻優秀的長距離領頭馬 當然她的技能也都是為了配合這點設計的 她的固有技能勝利萬歲 就是當小北在隊伍前方時 在比賽末盤獲得提升 而且不管是中距離以下還是長距離都能夠適用 前者可以在第三彎道加速 後者則是會提高速度和加速度 這技能直到今天都是日版評價最上位的固有技之一 可以說是真正的長距離神技 而除了護有之外 她的長距離直線、獵風一閃等技能 也讓她在長距離優勢十足 另外她還有一個隱藏特色 那就是因為她曾經是三冠王 只要能在春三冠的大阪杯、天皇賞春和寶種紀念 順便再贏下油馬紀念 經典三冠則是得贏取高月賞、日本打筆和菊花賞 兩個三冠都能夠獲取特殊的事件 這兩個事件不只是各給45點技能PT 還增加全屬性和技能等級 直接把小北從神變成超越神的馬娘啊 強成這不得性 是時候把你的遠距馬換成小北了吧 而除了小北外 本次也增加了另一隻培育馬娘 戴肩、堂懷色 有興趣的話不妨一起癢癢看吧 而除了以上的新卡池和大量的福利外 角色的周年版本其實還改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像是3D演出的品質提高 草地泥地和觀眾席的表現都比以前好看 新的巔峰杯賽和提升世界的Level機制 也讓玩家有更多東西可以練 而以前的傳奇比賽現在也會改成每日 讓大家可以更容易的拿到想要的馬娘 當然還有新歌、新的活動劇情 每日比賽的難度追加、技能的改動等等 有很多的細節都在更新中 這些洛洛就不一個個列了 直接進遊戲體驗比較快囉 新杯賽讓馬娘們的上限也提高了 很多配牌思路都要重新調整 在馬娘Fretty Derby已經在27日正式完成更新 是時候重新開始認真養馬了 趕快打開你的手機更新遊戲吧 最後喜歡這支影片 可以點擊喜歡給洛洛的鼓勵 而且每週一到晚上9點半更新影片 我是J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囉 字幕仔細節 請訂閱 字幕仔細節 請訂閱 字幕仔細節 多大